其實政府有很多資源給不同的學校 而且近幾年更會推行融合教育 我知道這間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已經超過十年了 成績還非常好 不如這樣馬上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融合教育其實主要是可以安排一些不同類別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去進入主流學校就讀 例如自閉症、過度活躍、讀寫障礙等等 在教學方面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多元智能發展 因為我們知道不同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的潛能未必一定純粹在學術上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在一個小孩階段 能夠健康成長、有好的價值觀 更加希望他們找到自己的亮點 令到他們日後可以發揮所長 就他們人生更好的路途 家長在家裡有他家庭教育的角色 而學校就會在學校進行學校教育的角色 互相了解大家的期望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會舉辦很多不同的工作坊 家長聚會、講座、甚至一些親自活動 令到我們的小朋友、家長和老師 能夠建立良好關係 家長更加了解學校的措施政策 家裡如何配合 從而有一個大家共同的期望 一齊就著小朋友的能力去作一些適當的支援 令到他們可以好好學習、健康成長、發揮他們的所長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學校的圖書種類要夠多元化 能夠針對到學生在這個時代的需要 配合到他們的興趣去購入一些適合的圖書 例如學生特別喜歡一些AR圖書、有聲書、立體書 又或者他們所說有得玩的圖書 我們都會願意投放大量資源去買這些新書 來吸引他們去看的 由於每個學生的學習進程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上英文課堂的時候 除了有我們本身學校的本地英語老師之外 我們亦會有我們的外籍英語老師 和教學助理和小朋友一起上課 希望可以照顧到同學的學習多樣性 因為我小時候在這裡畢業 然後在中學的時候 我也是回到同一個附屬團體的中學去修讀 然後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都選擇回到我的小學和中學去實習 然後我投入教育界的時候 我都選擇回到我的小學 其實我覺得老師除了教授知識之外 發掘學生的讀書以外的潛能都很重要 以前有個學生經常坐不定 很活潑、很有表演慾 一次機會就會有一個外校的外校 應該是外面的團體 想找一位學生去做表演 我就給他機會去Casting 最後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都提醒我 記住不要只是傳授知識 發掘學生的不同的才能都一樣重要 其實小朋友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自信 學校怎樣幫到他們呢 其實學校給了很多機會發展 以及發掘他們的興趣 像我小的小朋友 蔡嘉隆 然後他六年級 他在運動方面 可以發揮到他的潛能 學校給了一個機會 其實真的 很多時候 小朋友都說 未必在讀書上 有時候他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長處 學校幫到手的時候 他有了自信 其實在其他科目上面 都一樣可以得到好成績 妹妹的話 她出出讀這裏 我都有點擔心 因為她是從幼稚園到小學 都是一個很大的跨段 都有點擔心 不過幸好校長 就是我們上學之前 舉辦了很多講座 令到家長 可以快一步了解一下 可以幫助小朋友 快一點可以 適應到小學的生活 非常之好 你的手我盼山在天 請帶我去明天 哇 心語請坐 哇 你唱得很好聽 你何時發現自己有唱歌的天分 其實我在四歲的時候 就參加了一個比賽 是自彈自唱的 是 那我就拿了冠軍 那我就覺得自己唱歌就好聽 所以我在八歲的時候 就學了唱歌 哇 這麼厲害 其實學校在這方面 有什麼鼓勵你 有的 學校會支援我們出去表演 或者音樂課程 去幫助我們 哈囉 方菲你好 我知道你參加了很多活動 可否說來聽聽 我參加了中國團 田徑隊 籃球隊 兒童議員 還有古增 風紀領袖 畫畫 還有沒有 還有編成 哇 你參加了這麼多項 那你如何分配時間 我學校之後 都會有個時間表 我會按照時間表去學習 那在當中 有沒有自己特別喜歡的 我特別喜歡打籃球和彈古蹟 除了日常的課堂之外 其實同學仔都可以在這裡看VR的影片 還可以用雷射打印機 3D打印機設計一些小玩意 同學還可以在這裡玩無人機 進行一些機械人的設計和操作 今天去到東莞工商總會 將來的小學 第一個給我感覺 就是這間學校 比較重視小朋友 在學習多元化上 為何我這樣說呢 事實上 我們很多時候說 中英數當然是最基本要學 但這間學校 是給他們一個機會 學生和學生之間 有一個辯論的機會 這是不斷刺激 給予其的知識交換和交替 根據很多心理學的研究發言 當我們的知識 可以不斷有輸出的機會 原來會令小朋友 更加提升學習效能 所以 你有沒有聽過很多學校 會有很多不同人選馬的議員 還要辯論 其實比較少 所以這是現在學校的優勢 第二點 這裡更加多 是重視小朋友 無論你有沒有特殊的學習需要 甚至有沒有另外一些 例如跳舞的需要 他很重視小朋友 可否在多方面的栽培 令到他從而提升到 他的自信心 成就感 和人生的意義 最後 跟老師和校長聊天的時候 給我一種很深刻的體會是什麼 學習不是單單 只是講一些學術上的提升 更重要是幫助全人的發展 品價的提升 如果今天你問我 跳舞的位置給我什麼感覺呢 就是很多的學習機會 很多的嘗試 更重要是讓很多的學生 在過程中發掘到自己的強項和優點 我相信這是很多家長夢寐以求的選擇 來的